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动手去做一下这个验证码识别的小案例 首先就是说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把咱们这个demo给它玩起来 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咱们这个Eclipse它的一些环境配置的问题 在这里就是说我是用这个Eclipse这个ID来写这些代码的 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自己顺手的,比如说PHM也可以 然后用那个网页版的Notebook也能来玩咱们这个事 但是咱们这个课程是基于Eclipse来去做这个事 因为我用Eclipse用的比较熟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说,首先咱们需要先创建这样一个python的项目 创建好这样一个python项目之后,咱们右键点一下它这个属性 在这个属性里咱们需要先做这样一个检查 咱们来看,找到这个pydev的一个interpreter 也就是这个中间这个东西 然后这块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咱们要点一下对咱们这个python进行一个小的配置 咱们点一下之后发现了,咱们这里需要给咱们指定一个python的解释器 然后这里就是说,大家可能有之前玩过python的,也有可能之前没玩过python的 如果说你玩过python,可能说咱们现在电脑里边既有python2,又有python3 那么怎么办呢,咱们需要把python3导进来 如果说咱们这里边没有python3,怎么办呢 咱们点一下这个新件 点这个新件之后,这有一个浏览 咱们就找到这个python3的安装目录 如果说你是用anaconda,你就找这个anaconda的一个安装目录 如果说你是安装一个,就是说普通的一个python 咱们就找那个python的安装文件 然后找这样一个python.ese给它打开 咱们打开的是一个python3,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打开完之后,它默认是在一个,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它默认是在下面怎么办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python3移到最上面,给它向上一下 移到上面之后,就说明咱们现在用的一个解释器是一个python3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咱们可以选择一些依赖的库 在这里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是用anaconda 它会自动帮咱们把这个anaconda一些依赖库直接给它加进来 如果说你是用一些其他的版本 那么有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自己的去把咱们的一些依赖库的位置给它加载进来 咱们这样就是说对咱们现在建立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小的检查 避免以后会出现一些没有必要的错误 然后下一步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要用的一个库 首先这个tensorflow是咱们必用的 这个东西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装好了 然后后面几个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吧 numpy,metaplot,还有这个pil,pil也是咱们一个图像的工具包 如果说你是用anaconda,它应该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默认装好了 然后值得注意点的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captra 这个captra的意思它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这个验证码 咱们还需要额外的去装这么一个库叫做一个captra的库 咱们一会儿就要用这个库帮咱们生成一些验证码 就是说咱们要做这个项目 咱们第一句,咱们的首先要把咱们的数据给它生成出来 那么这个库咱们该怎么装呢 如果说你是用anaconda,咱们可以看 一般情况下咱们用anaconda怎么进行一个装库 咱们是进行一个conda install吧 conda install,我们把名字打上去 这个captra,c-a-p-t-c-h-a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正常的安装是用这个conda install进行安装 但是呢,在用这个conda install安装的时候 咱们是找不到这个captra这个库的 也就是说咱们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咱们只能用这个pip方式 咱们还是用这个anaconda,这个promate 在这里面呢,咱们打这样的名料 pip install,这个captra,c-a-p-t-c-h-a 通过这样的方法,咱们来安装一下这个captra库 然后呢,安装完之后啊,咱们再把咱们的项目稍微刷新一下 或者说不刷新,咱们重启这个aclips也是可以的 安装这个库啊,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啊 这个库也是比较小的 咱们直接就用这个pip install,pip install.captra 先把这个库啊,给它装起来 装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库啊 帮咱们进行一系列验证码的生成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首先啊,咱们定义了啊,这样三个list 有一个number,有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还有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也就是说呢,咱们一会儿的验证码啊 是要在这三个list里边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通常所见的验证码 是不是都是一些数字和字母的组合起啊 那么一会儿啊,咱们也要生成一些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不妨大家先给大家运行一下这个例子啊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先运行一下 就是说先简单的看一下咱们一会儿啊 生成的验证码是长什么样的 我们看啊,现在这里 现在是不是生成一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就是咱们一会儿用的数据 咱们先把这个数据啊,要给它生成出来 这个数据呢,一般来说啊 它是既包含这个小写字母,大写字母啊 还有数字的 它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在这里呢,我就让它啊,等于四个数字 咱们再来运行一遍啊 看一看,数字啊,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就是说,刚才是一个验证码吧 这回咱们又重新的生成了一个验证码 每一种验证码呢,咱们来看 这个字体啊,从咱们英文字母的字体来说啊 它都是大小不一的吧 样子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要随机的生成很多这样的验证码 供咱们之后啊,训练这个网络的模型 那么现在咱们就来说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生成这个验证码 下面这些是一些化物代码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先来说这个函数吧 就是说啊,咱们现在先说 这个函数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先需要指定一个这样的charset 这个charset呢,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验证码的候选集 咱们来看这个charset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number加上这个小写字母 再加上这个大写字母吧 也就是说啊,咱们之后所有的字母 是在这里边进行一个选择的 然后呢,对这些字母啊,进行一个变化 就变化成了咱们要生成的这样一个验证码 其实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些 你自己喜欢的元素啊,加进来 这样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第二个参数啊,就是这个charset 就是说,你要生成的这个验证码 或者说这个条,这一条码啊 它有多少个元素 咱们生成这里啊,让它等于四个元素啊 这个都是可控的 如果说你让它等于五个元素也行 等于六个元素也行 但是啊,我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值啊 设置太大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这个四这个值就比较好了 为什么啊,当你把这个值设置的太大之后啊 咱们不方便于之后一个模型的训练 因为咱们要制作这个验证码的label吧 咱们来想一想 如果说你这个验证码太长了 咱们再制作这个label 咱们就没那么好做了吧 一会儿呢,咱们是基于这样一个整体的识别 给大家画一下 咱们啊,一会儿要做验证码 咱们不是说 就是说啊,咱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验证码识别方法 比如说一些OCR的方法 OCR它叫做一个光学字符的识别 就是说,很多验证码会把咱们的验证码先进行一个切分 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可以先切分成这么四块 然后呢,对这么每一块进行一个数字的识别 但是啊,咱们今天要做这个事啊 咱们是做一个整体的识别啊 咱们稍微偷偷懒 因为啊,整体的识别做起来比较容易 整体的识别,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个组合啊 咱们现在不说这个大写字母加小写字母 咱们就说光是拿数字来说 光是十种数字啊 咱们第一个数字是不是有十种 第二个数字呢,还是十种吧 第三个数字呢,也是十种 第四个也是十种 那么咱们啊,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 就是说,咱们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label啊 咱们来看 一百一千一万吧 也就是说啊,仅仅拿十个数字 咱们就有一万种label了 注意说,不是一万个,是一万种 如果说呢,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设置的长一些 怎么办啊,再乘上一个十吧 这个只是说啊,咱们现在只拿十个数字来说 你要再把这个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都加盐去了 咱们这个label是不是太多了 也就是说啊,大家在实际训练的时候啊 不要把这个capersize设置的太大 设置的小一些,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要设置大一些啊 咱们训练的量相对来说就太大了 这样的代码就是说 首先帮咱们构造这样一个list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不断的往这个list里边 进行一个随机值的选取 咱们来看啊,这里进行了一个复循环 这个复循环呢,就是说 咱们进行了四次循环 这个四就是这个 进行四次循环呢,每次循环啊 在咱们这三个组合成的一个例子里边 选出来一个元素 选择一个元素加进来 最后呢,咱们是不是就有四个元素了 咱们要,然后呢 接下来下一步啊,咱们就是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啊,咱们就要借助这个capra这个酷啊 我们看啊,咱们先是定一个imagine imagine等于什么 等于capture这个酷的一个这个类啊 咱们需要构造出来这样一个对象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用这个对象 帮咱们去生成一个见证码 关于这个酷啊,其实啊 大家不用过多的关心 这里呢,只是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咱们啊,就借助人家给咱们实现好的方法 去生成一个见证码就可以了 生成这个见证码,其实就是说 掉这个imagine这个对象 然后呢,掉它一个generator的一个函数 这里啊,咱们只需要把咱们需要生成的一个字符串传进来 注意啊,就是说这个参数啊 它是一个字符串啊 刚才呢,咱们是不是把它们这些元素啊 保存到一个list当中来了 咱们这两行的代码呢 就是说,又把咱们的这个list啊 转换成了一个字符串啊 就是说,可能是一个RE79 哎,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它是一个字符形的东西 把字符形的东西啊,传进去之后 它就会帮咱们生成一个 嗯,就是说生成一个图像的见证码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把生成的这个图像的验证码 保存成一个numpadry的格式 把咱们的这个label啊 保存成一个字符串的形式啊 注意一点,就是说 这里呢,咱们不光要得到咱们这个验证码 咱们也需要得到这个label吧 这个label啊,就是说这个验证码是什么吧 咱们需要把这两个值返回回去 哎,就完成了咱们一个验证码生成的操作 那么咱们啊,再来运行一下看一看 下码就是说把咱们这些代码 就是把咱们验证码给它实际的画出来啊 就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 我们看啊,这就是咱们生成的验证码 其实呢,生成的验证码来说啊 主要就是咱们依赖于了这个kepr啊 这个验证码的库 咱们只需要给它传进去一个字符串 它就会呢,帮咱们生成出来 这样一个图像的验证码出来 还有这样的验证码